一 三 二 跟著老師的節拍 長輩們努力跟上節奏 不只活動筋骨 也訓練反應能力 動動腦 動動手 動動腳 動動腦的身體 而且成績 努力 因為要成績背 慈濟台東近司堂 巷弄長照站正式接牌 結合在地資源 提供健康促進 電話問安 關懷訪飾 共餐或送餐等服務 讓長輩從家裡面走出來 直接到社區這邊來 增強他自己本身的身體體能部分 還有就是我覺得 就是應該長輩的自信性 應該都會增長 台東縣65歲以上 老年人口比例高達15.71% 已經高於全國老年人口比例 14.1% 有了C級長照站的設立 再預防老化及身心健康 都能有更貼近的照護 大愛新聞 珍珊美之公林素月 楊樹山 台東報導